为了协助青年学生建立正确职场工作心态及观念 台东县政府今年再次规划多元青年职场体验计划 推出了青年暑期职场体验 25号举行了职前的讲习课程 协助学生提早学习职场经验还有规划个人生涯 并且充分利用暑假创造东漂探索体验 延续去年台东县政府今年继续开办青年暑期职场体验计划 协助青年学生建立正确的职场工作心态及观念 并在今年25号办理职前讲习课程 让学生提早学习职场经验以及规划个人生涯 为了让青年学子能在职场体验前能够做好准备 台东县政府规划实体以及线上影片职前讲习活动 邀请单位及学生一同参与 讲习活动包括了劳动权益、职场性评法 以及职场伦理、工作态度以及认识师部门、第三部门等 希望能在踏入职场前帮助学生们培养良好的职场仪式 因为各位可能过去没有机会 那我们现在要做保险 雇主要听听做保险 台东县政府也要帮您保险 那在职场目前有很多新的规范 你也有需要保护你自己 或者我们在雇主的方面也有需要他要遵守的 我们也期待各位对自己的权益 对自己在这两个月当中 很多的各项都希望大家能够尽完整的 我们尽告知的义务 在今年今年暑期职场体验计划提供250名职缺 其中外线市学生比例占三成三 通过用人单位面试 能够让学生更了解体验工作内容的本质 也通过计划提前接触职场 增加工作经验 提升职场素养培养专业能力 同时也了解台东在地的单位 以及产业文化 创造在地就业发展 为台东的在地产业注入心血 大概我们一开始是看到100多位 那今年是250位 在我们梅河的民众当中 应该是同学或民众当中 有三成我们看起来 从资料上看起来 它不是台东的 让我们也更开心 就是目前看起来将近三分之一的 其实他们是很希望 能够来到台东 做一个不同的生涯体验 在今年台东青年暑期职场体验 共梅河乐221名职缺 让各地青年体验台东慢生活的魅力 更认识台东 也期盼借此机会 让更多青年人才回流 协助在地产业的发展创新 以及早规划个人职业 接盘最台东市报道